各位朋友晚安 我是嘉莉 其實我請信隆來跟大家分享 其實一部分是我也蠻好奇這樣的空間 到底可以怎麼樣運作 那為什麼會想要去請她來分享 就是第一個部分就是覺得 有時候回家蠻無聊 就是好像就只能就是 就是你知道就睡覺 但是有時候出去玩的時候 就會看到那個背包客棧 我不曉得各位有沒有去住過 背包客棧的那個經驗 就是某種程度 人家去跟別人分享那個空間 其實床是很小的 但是外面可能有多一些活動空間 就即便你沒有跟朋友一起 但是就是不見得是你認識的人 但是你去那邊的時候 就可以跟不認識的人多很多的交流 我覺得那是一個蠻難得的體驗 然後前陣子台灣一直在討論 所謂的多元成家 然後好像就一直在吵性別的問題 但我覺得其實好像裡面局限性太多了 就是如果就是我回到家 一個很放鬆很自在的地方 然後還是可以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但是怎麼樣能夠打開那個 就是以前我們傳統那種 私領域的那個那種既定的框架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蠻新的嘗試 所以我今天也很期待就是信榮 她這個酒樓可能他們的空間 都沒有跑到酒樓那麼高吧 等一下可以講一下為什麼你們會叫酒樓 然後而且她好像也不只是一個據點 那就是住在一起可能 現在流行很流行很多那種共同工作空間 其實在台中中區其實也開始有這樣的一個空間存在 但是那時候會覺得說反正沒關係 就是我在這邊辦公 我們可以有一些想法上的交流 或者是在創業上的這樣子的一個激盪 但是回到私領域的時候 可不可以也把那下門打開 就是就像剛剛前面想在我們志工他所說的 如果沒有那個血緣 甚至於有些人是不認識的朋友 他可以怎麼樣來豐富我們的生活 那甚至於就是在現代人就是工時很長 不要說學生念書的時間很長 那你工時很長的時候 怎麼樣也能夠多增加一點人際互動 因為大家現在刷臉書的時間實在是太長了 就是回到家就是你跟家人有沒有就坐在客廳 就是那種很傳統的空間 當中裡面你爸也在刷 他六十幾歲 然後你媽也在刷 媽可能就他不見得滑FB 但他可能在玩Candy Crash 就是那個遊戲他可以玩了兩個年多 媽應該可以看直播吧 就是大家都在低頭在做各自的事情 但是當人可能是流動的 然後想法是不太一樣的時候 那很多事情就可能會發生 那當然這是很理想的想像 那有人就把它實踐 那其實我覺得在實踐的過程當中裡面 可能也會遇到一些就是 到底那個空間裡面有誰 要一起做些什麼 那甚至有一些很務實的問題 剛剛好像有朋友有提到就是 那個衛生打掃的問題 就是可能有一些 就是大家聚在一起的時候 是不是也有一些默契 然後可以讓這空間除了有趣之外 但他能夠再長久的運作下去 包括可能工作的分攤上面 那所以我就想說就是 就是因為我蠻期待就是 靜鴻的分享 我相信大家應該也是 所以我現在還要把時間 就交給姓鴻 好 哈囉大家好 就是 嗯 就其實最近我們 就是九樓有一些公開的分享 然後對我而言其實在 哲學星期五的分享 是我最緊張的一場 雖然 雖然 我大概 參加過摺五大概是五年前的事情 就我大學二三年級 第一次 二年級開始參加摺五 雖然沒有常常啦 就陸續然後 一直到現在我現在是碩士 碩士生 就是 碩士生四年級 那我現在是休學 然後先當兵的狀態 就我現在在服T的IE 然後 對那 為什麼會特別緊張 就是覺得 其實就是哲五的聽眾的 可能素質特別高 讓我覺得 背感 小壓力這樣子 那 不過我覺得 嗯 就是我今天是 比較是一個分享 分享 然後 講一下我們到底在做什麼 這件事情 那 嗯 所以我會認為說我的簡報 其實 就是圓少於我可以講的東西 那 等一下當我報告完之後 就是 我大家 甚至是中途 大家只要有任何問題 可以認 就是可以直接打斷 沒有關係 因為我認為其實有很多事情 可以直接 打斷我們可以有更多的討論 對 那其實就只是我沒有太多錢做簡報了 沒有 好 那 嗯 我先稍微講一下就是 為什麼會有這個計畫 那 其實 這其實根本 在我的 我們的預知裡面 根本不會是個計畫 其實 開始就只是我們一群朋友 就像你們學生時代 或者是上班的同事們 或者是朋友們 想要在某個地方一起住 然後 一群朋友 然後長出來的東西 然後像剛剛 有一個朋友提到就是像 某些的朋友 就是 呃 像 不要指名道姓好了 就是 我們 大概是兩年前 那一群朋友開始住的那段時間 開始就是我們其實也嘗試過 沙發衝浪 或者是像 Airbnb 甚至是 平常就是有事沒事 就是有各種奇怪的人 會進進出出 那時候我們那個公寓 門從來沒有鎖過 就是只要 只要要去我們家的人 就可以直接進去 然後 因為那個 其實會那麼開放 是因為 也牽扯到為什麼比較久了 那時候其實我是住在一個 電梯大樓裡面 那因為一樓就是有警衛 所以我們某種程度 也把這樣子的安心感 交付給那個警衛 就認為說 反正一定有人幫我們看管 我們門就不用鎖了 所以就是說 那一陣子就是 各種人 各種人 只要北上到台北 然後他們不論是 有一些可能去實習的 或者是一些 參加學生教訓練 或者是甚至是 參加社運等等 這種各種活動 那我們可能就 免費的借沙發 也沙發 或者是隨便住 其實就是一個 從一個很混亂的狀態 就相信大家 學生時代可能都經歷過 這樣的時期 那是因為剛好 我們 那幾個朋友 在學校旁邊 就在大安區 那時候 地點上也好 所以大家其實第一個 可能會想到 就會想去住我們那邊 然後 對 那後來就是 那實在是太混亂 就各種 就是各種亂 然後我們會想說 是否有一種方法 是我們可以延續這樣的精神 或模式 但是我們把 硬體上提升一下 那我們一開始出發點 就是這樣 我們從來沒有想過 要做什麼工具 共生什麼公寓 什麼從來沒有想過 我們就只是想說 我們就租一個好一點的空間 然後 自己花 我們就是自己丟 砸一點錢 然後把一個空間 整理好這樣子 那 其實這是一個 一整個 來來回回的過程 就是我們並沒有設定 一個目標 或者我們就是在一個 嘗試的過程中 那 因為我們一開始 花了錢去裝修 我們總是 就是也是一筆錢 那 為了讓這筆錢 能夠比較快回來 我們那時候 就像我自己而言 我就睡在客廳的沙發 然後把我的房間 租給 那種短期的外國學生 外國學生 一兩個月 大概就可以租 比市場價格還要高 很多很多的錢 但不是短期 因為短期會有一些 比較多問題 那 後來就是在這些 各種嘗試 或者是甚至是有一些 那時候還有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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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拍電影的 然後他看到我們 看到我們房子的狀況 他們就跟我們租客廳拍 客廳到房間拍了電影 然後那時候也賺了一筆收入 那我們就想 其實家裡的空間 其實有各種可能 我們就在那一段時間裡面 去嘗試出了各種 各種可能性 然後一直到 今天我們出來分享這個模式 就是一直一直讓到去年 2015年大概10月左右 有一個比較固定的 一個 一個 Prototype才出來 然後我們再 依照這一個 原型 我們去把它 一直複製到 目前在台北大概10間公寓 然後一直到 就是這半年大概 這10間公寓 這樣慢慢長 再這樣子長出來 這樣子 對 那 好 那 我就 會從 可以 會從我們的觀察 就是我們 到底 為什麼會想要做這件事情 去觀察到哪些問題 我認為這些問題 為什麼會想要從這樣的方式去著手 對 這個問題 意識形成到底是什麼 因為大家看到房價高 可是大家不一定都會想到這樣的方法 那為什麼我們會想要 以這樣的方法來切入 然後一直就是從一個 從這樣的發想開始 然後一直到 我們剛剛提到整個過程 所以在這個報告過程中 並不是要跟大家報告一個成果 或是什麼 因為這並不是一個 固定的一個狀態 那只是一個跟大家呈現到 我們過去半年來的一個狀況 然後我們是希望它是保持一個彈性 然後 將來也是有可能發生過更多的可能 好 那 關於台北這個地方 其實我相信大家應該都不算陌生 那 我還是以一個比較背景 比較大的背景 對 一些數據上的條件來切入 然後做一個背景上的交代 對 那大家應該也都知道 就是台灣 台北的空污率是比台灣平均還低 大概13% 13%左右而已 那全台灣來講 好像台中最高大概20%左右 那 不論如何 台灣的空污率比例在 在全世界 算是一個非常非常高的狀態 所以大家應該就是 有目共睹 就是 這其實牽涉到很多利率上的問題 然後一些稅制上的問題 我們並沒有真正空污稅這些等等問題 然後導致 今天這樣的狀態 然後再來租房率 租房率 可能少一點人聽到 就是 其實在大部分國家 平均來講 可能都百分之三四十的人 是以租房子在過生活的 就是 以英美歐洲來講大概百分三十幾 那當然不要提像香港 或者像新加坡 這裡沒有新加坡 或者像新加坡 香港租房子的比例 又更高一點 那台灣的話 大概只有百分之十左右 的人是租房子 就是大部分就是二十幾歲 沒錢買房子的人 才會被迫租房子 那台灣整體平均大概是百分之十一左右 那台北的話稍微高一點 排位大概有百分之二十幾的比例 那換算下來 人口大概在六十萬人左右 就是 在台北租房子的人口大概在六十萬人左右 這邊就提供一些數據 讓大家有一個 比較基本的概念 再來就談到另外一個有趣的 現在就是 所謂租金報酬率 就是 嗯 好 就字面上不解釋了 有人不知道租金報酬率的意思嗎 好 租金報酬率 台北幾乎是 全世界租金報酬率最低最低的地方 意思就是 幾乎對於房東而言 他把房子租出去 對他來講 幾乎是沒有搞頭的事情 那我覺得這個可以 可能影響到 剛好說到的空污率 那在我們面對 非常非常多的房東裡面 其實對於房東來講 他其實根本幾乎沒有什麼誘因 讓他們把房子租出去 因為一個月兩三萬 三四萬塊的錢 對於這些很多地產屋主 或者是人都在國外屋主 這些錢 他不見得是一個誘因 因為他要去面對的可能是 未知的房客的狀態 或者是一些各種可能的糾紛 那對於房東而言 還有一個情況 就是這些房東 多半都是滿長輩的 就是五六十歲以上的 那個族群的人 那對他們更沒有心力去處理 尤其是租房子 剛好提到就是在台灣 租房子幾乎就是二三十歲 他們基本上 不太有可能去行李去處理 年輕人 各種生活上 或者是房子又出了什麼狀況上的問題 也就是說 相對於房價 或者說其他的報酬 那個投報率來講 把房子租出去這件事情是不划算的 那房價所得比 根據不同的 不同基金會 或者是不同的調查 所出來的數字可能不太一樣 但是基本上 台北位居全世界前三名 幾乎是無庸置疑的 台北幾乎是全世界房價所得比最高的一個城市 對那 居數問題 剛好在這幾年 這幾個月 在選舉下 或是說在各種討論上 算是一個蠻夯的狀態 我覺得我們某種程度 也只是剛好搭上這個熱潮 然後有一些媒體 或者一些人 對這樣的議題有興趣 但是其實這個問題在台灣過去三四十年來 二三十年來 其實一直都存在 包括剛剛說到 就是整個租房子的體制上 一直都有了一些問題 那 我們這裡看一下 對 這邊的房 台北市的租率比在18% 跟我剛剛說28%的差距 或者說空屋率13% 跟剛剛的19% 或者是擠派有差 有一些差異 是因為它的那個index不同 那台灣在算空屋率 基本上有兩種算法 一種是主計處的算法 然後另外一種是 是誰 我忘記來的單位 它的算法是 每一個月的那個用電度數 60度以下 用這樣去估算這個屋子 到底有沒有人在用 所以其實沒有真的 這所謂叫空屋啦 就是低 閒置 或者是說低 效度的使用 來定義它 所以 依據不同的算法 他可能有一些 有一些差異 但是基本上 大概是剛剛提到的 這些數字左右 那 除了剛剛比較 數據上 大家可能都 有所聽聞過以外 那這邊的話 觀察的是 就是 綜觀 剛剛的數據 以及我們過去 過去一年 來所接觸到的 各種房東 房客 還有社區下的一些 心得 然後這邊跟大家分享的話 就是 在我們 在我們 身邊的朋友的話 我們當然認為說 就是 各種居住 居住成本 還有環境上的問題 那在台北 像是台中 很多 房東或 投資客 他是傾向把房子的 那個可使用的 那個單位用到最大 就是他可能把客廳 或者是什麼樣 他都去 割成套房 讓每一個單位 都能夠去做到 出租的用途 那 再來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 嗯 像剛剛有提到 下班 後回家 到底還有什麼事情 除了上網 除了看電視或睡覺之外 那 再來還有一個比較新的問題 是 會發現其實有很多 無礦好的房子 反而乘租給觀光客 我在說的事情就是Airbnb 就是 這件事情其實在 台北或台中 可能還比較沒有那麼多人在討論 但其實像在 倫敦或 住行山這種地方 他們其實在 當地的居民 已經有反彈 就是 因為這些空的房子 或者是說 反而就是這些 明明可以住的地方 優先去乘租給 外來觀光客的時候 反而造成了 嗯 排擠也好 或者是拉抬當地的租金也好 因為 比如說我今天是房東 原本租給 租給 當地人可能只要 比如說台中 可能一間房間 六七千塊 六千塊 那我一天 租給 我一天Airbnb的錢的話 少說一天就是一千塊起跳 對 那我只要租個十天的話 就破萬 對 那 在 這些地方的話 那就是說 剛好提到就是 這些有空 空間的地方 它所謂我們在談共享 它反而這個共享是有優先次序的 它優先共享給誰 它到底跟誰共享 那在我們觀察 其實這些房子很多次就是給觀光客使用 好 那再來就是我們 我們在都市裡的流動人口 那以我們的那幾間公寓基地區位而言 我們會遇到的是很多短期的交換學生 國際學者 或者是一些外派實習 甚至是一些工作註點 創業的人 那 對我們而言其實 我們在我們理解上 我們認為說其實在當地居民 跟我剛剛提到的觀光客之間 其實有一個類型的人 並沒有辦法被定義 他可能就是在一個城市 一個地方可能待半年 待幾個月 他既不能以當地的法規 或者是租屋方式去生活 但他如果要以觀光客的方式去 去 在那地方生活成本又會非常非常高 那 對他們而言的話 他們在一個地方如果要住 第一個他們會遇到的是語言因素 就是並不是所有房東都願意 願意去花這個成本 去跟這些人溝通 那再來就是他們租屋時間的限制 就是他們可能一次一學期 大概三個月或四個月 大不了半年多 甚至是比較彈性的 就有很多是那種freelance 他在一個地方就 以接到他案子接多少而定 然後他 我們遇到一些人他可能三個月在台北 三個月在東京 他們就在世界各地到處跑 那對於這樣的人而言 他們其實在 尤其像台北這樣的 比較 各種人往來的地方 這群人是比較難被定義的 就是難被去說 這群人到底應該要怎麼住 那比較主流的做法是 他們可能會有一些人 可能就住在青年旅館 或許是一個方法 那也有很多人是透過Airbnb 但Airbnb我剛有提到 基本上你要在一個Airbnb 找到一個房子 要住一個月 基本上三四萬塊 一間房間可能三四萬塊 跑不掉 他就遠高於一個地方 的一個平均租金的水準 那再來的話 我們談到屋主 那我們剛剛屋主提到一點 那再來就是 等一下接下來我們會更 也會繼續提就是 很多一些 四房以上的這種 大房子比較難租出去 因為現在已經沒有人生 那麼多小孩了 對那在像591這樣子的租屋平台上 這些這些房子的等待 閒置時間又會特別長 然後再來就是 想一下 對再來就是 很多房子 很多房子 剛剛有提到就是 很多房子被隔間 但是 對於現在一些人的偏好 或是需求 他會偏好說 他可能回去想有一個 可能跟室友一起煮飯的地方也好 或者是什麼樣 也好 就是說這樣隔間套房 或許在過去十幾二十年來 他是一個相對穩健的賺錢的方式 但是現在來講 並不是很多人都喜歡這樣的方式 那屋主還有一個特性就是 他可能名下有好幾間房子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遇到房東 總是家人都在美國 或是人 一年到頭都在國外 都不知道在哪裡 然後你因為房子空著 他也不想要把他住 他就是可能一年回來 住兩天他也開心這樣子 然後還有一種是 像我們遇到就是 兒女都就是獨立都工作 那自己住在一個 比如說三房四房 然後很大的大樓 那個房子裡面 那他們就是 他們自己就是住一間房間 然後其他房間都空著 然後他們就很願意說 他們把他們自己的房子分享出來 然後提供給我們使用這樣子 然後他可以提供非常低廉的租金 因為他自己本身就住在裡面嘛 對吧 所以對他來講 對於一些屋主來講 他其實去收房租對他來講 真的不是一個重點 對我們其實在過程中會發生很多 還蠻有趣的事情 對藍培的題 然後再來還有很多就是 等待獨更的這種 更多 那現在獨更條例等等 又遇到很多問題 然後是一些房子又會放更久 那 好那再來就是城市的狀況 那這些城市剛剛有提到 就是 租房比例啊 那 那同時又存在了很高的空屋率 那對我而言就會覺得 明明就很多房子空著啊 那為什麼又 同時又一大堆人 找不到好的地方去住 那是否有什麼樣的辦法 去把這樣子的空間 這樣的資源好 因為不只是空間 剛好說就是有很多房東 他是樂於分享 如何把這樣子有資源的人 跟需要資源的人 能夠媒合在一起 就是我們一個 嘗試的目標 好那再來最後一個還有一個有趣的點就是 在我們 在這些都市中心 其實 下午大概只有兩種人會在 就是老人和外遊 然後大部分年輕人都上班嘛 當然不在 那再來就是 那個通勤的那個狀況 可以有很明顯的觀察就是 白天的時候你絕對找不到停 起摩托車的人絕對找不到停車位 白天的時候就是在這些地方 然後但是晚上的時候 停車格就會空出很多 那你就很明顯可以觀察他通勤的狀態是怎麼樣 他就是 對於騎機車這樣子族群的人而言 他就是白天從夢 從台北市以外的人通勤到這邊 所以造成這邊 市區的停車格永遠在白天都是滿的 但是到一到晚上都是空的 隨便停都隨便有位置 你可以直接去看出到底是誰在住在市區裡面 那你很很很直接的那個問題就會出來 那到底為什麼年輕人沒辦法住在市區裡面 好 所以 針對這樣的觀察 你當然腦中就會浮現出各種各種疑問 那你當然就會問 到底要如何我們有可能住得起 然後如何可能住得比較好一點 甚至是如何可以住得有趣一點 結果回去就不只是做那些事情 那如何住所得起 就是市中心是否是容得下豪宅或者是長輩 那明明也有很多空屋 為什麼寧願閒置也不提供到市場上呢 或者是提供到市場上 卻優先提供給觀光客 那再來就是如何住得好 那當然問題就是 很多人的經驗就是 為什麼在網路上找那些房子怎麼看又怎麼醜 就是豬都住不下去 然後 難道住得好就只能買房子嗎 那這些台灣租屋和市場上 到底出了什麼樣的問題 因為我們某種程度上是被逼著買房 就是從各種 從社會的制度上 他用銀行利率鼓勵你 青年貸款 好像很划算 可以很低的利率 但是為什麼我們一定要買房子 那再來就是如何住 那找不到有趣的事情 或者是說 自己出去買菜的份量難抓 你就只有自己一個人 那如果大家可以一起分攤的狀態 是否有可能 那難道住在城市裡面就只能這樣子嗎 就是一個我們最初步的發問 所以我們常常開始重新想像 那我們到底如何可以重新住在這樣子的 重新的回到家這樣的概念裡面 那重新的去思考這樣的概念 當然我們就需要重新理解 然後重新結構我們對於家的認識 不論是從形式上 就是為什麼一定是三房兩廳 就是明明現在 或者說明明現在的家庭組成不是這樣 明明現在沒有人結婚啊 明明現在我們就不一定 依照過去那樣的方式在生活 為什麼我們好像被一個 不符合現在的一個外殼的虛體 綁住了我們應該要有的生活方式 當然也牽涉到 比如說這個形式上 可能也牽涉到 比如說過去的廚房都很小 它都一定在公寓裡面的一個最小的一個 封閉式的單元裡面 它反映的是過去的食物生產 就是由交給某一種 交給婦女去自己工作的一個小小的一個單元 那一直到後來它才開放出來 它變成一種社會關係 社交的一種關係 那我要講的事情就是 我們如何去從這樣子的意義上 那我們對於家會有怎樣新的認識 從意識 從這樣的狀態上 其實現在的空間 所謂的這些公寓空間裡面 它所反映的是什麼 是它過去對於一個核心家庭的想像 對於自由戀愛想像 就為什麼會牽涉到自由戀愛 因為就是以前要成家嘛 那就是在一個過去 過去一百年來 應該說如果從台北 台灣在生產現代化公寓的這個空間來理解的話 其實大概是從1960年代 戰後美元的那個時代開始 就是說 台灣在戰後的讀色化過程中 如何去重新有一個對於 對於一個都市現代性的一個想像 其實它牽涉到很多意識形態 去形塑我們這樣的空間 所以在當時 當時最簡單的理解就是 在 以台北為例 我這裡就先以台北為例 就是在1960年代 為什麼當初會開始出現很多 現在幾乎是成為 我覺得在我認識上 幾乎是一個台北市的一個特色 和一個文化上的景觀吧 其實除了台北市 不會看到那麼多四五層樓的走樓梯式的公寓 像台中的大樓很多 大部分都是電梯大樓 1980年代之後 產生了電梯大樓 但台北大部分的形式是四層樓或五層樓 只能走樓梯的這種公寓 在台北市組成的大部分 那個脈絡下大概是1960年代 在美國援助所謂自由中國 我們是中國 的這個情況下去形成的一個 我認識上就是一個文化上的景觀吧 然後它涵蓋的是一個 當時對於一個都市現代的一個想像 那一直到後來在政策上 我剛剛有提到的就是 它變成一種商品的邏輯 我們在台灣去提供住這件事情 不像是歐洲福利國家一樣 它去提供社會住宅 去提供從工人住宅到社會住宅 它去提供人們去勞動階級 它有一個最基本的一個可以再去 可以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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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怎麼講 不是 就是一個最基本的一個社會的提供 那在我們這邊的做法是 我們以銀行的利率從政策上去鼓勵人們 可以以比較低的 低代價的方式去購買房子 但不論如何 這個東西它就是一個商品化的過程 甚至是它一直到後來是一個符號化的現象 所謂符號就是 你如果要是一個幸福的家庭 你如果要是一個成功的男人 你要是一個成功的經營家這樣的人 你就是需要買房子 你才是一個成功的人 你才能對得起你的父母 你的小孩 所以其實家這件事情 它不單單就只是這樣子的空間 它是已經被承載的各種意義在上面 那再來就是 就談到我們以三房的這樣的形式來講 它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一個核心家庭的想像 我們不存在任何 除了核心家庭以外的 這樣子的想像的這樣的空間之中 那當然這種核心家庭 完全就奠基在所謂的疫情戀身上 我們同性戀是沒有結婚的 結婚的權利目前 所以對於家而言 同性者也是被排除在這樣的空間之外 那也就是這個三房 很明顯就是除了一個書房 或者一個夫妻的房間 或者是一個小孩到兩個小孩的房間 那一個小孩到兩個小孩的房間 也是在當時1960年代的一個家庭計畫下 所出來的一個產物 所以一直一直這樣脈絡下來 為什麼它就造成了我們今天 我們看到大部分的房子 就是呈現這樣子的空間形式 它是一個脈絡可俗的狀態 可是很明顯的事情 我們今天不見得是以這樣的模式在生活 那我們當然就會 我們這樣自由的一個狀態 就會被這樣子的空間所束縛住 對啊 那家就一定是私人的空間嗎 從一個法國社會學家班亞尼的發現 他的心得上表示就是 其實人類社會一直到19世紀才對於私流領域有一個慢慢出現的一個概念 在19世紀之前或者是說工業革命或者說資本主義慢慢成長之前 其實家裡並不是一個完全的私人狀態 其實家庭同時就是一個小型的家庭工廠 在當時的工作跟生活跟各種狀態都是在同一個空間裡面發生的 所以也就是說其實光是從歷史上我們就可以去發現 其實家裡從家的起源開始 它就不是一個私人 只是一個私人的狀態 那除了19世紀的狀態 它就是一個完全就是一個廚房加客廳加臥房的一個空間 你所有人要在裡面吃喝拉撒或者是各種換衣服幹嘛 各種事情都發生在同一個空間裡面 進去之後 它是有一個因為偏北方 所以它下面就是一個罩 然後罩旁邊是可以煮飯的地方 然後罩上面就是一個可以睡覺的地方 那基本上就是一個很簡單的空間 那所有一家到大小 從奶奶到孫子都住在同一個地方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問的事情就是說 其實到底是什麼樣的社會狀態 讓我們認為說 我們需要有一個完全完全隱私的一個家 那它有可能是公的嗎 好像公共空間好像也有點難想像 那到底如何在公與私之前 我們是否有怎麼樣的可能去打破這樣的講解 然後產生出我們這個世代 或者我們這樣的生活方式可以去產生出的一個空間 那我們這裡提的是一個啟發 就是說我們為什麼會想從這樣子的做法去切入 就是說在這樣的主題下 就是對於這個所謂女性主義設計的這個概念而言 它對我而言它其實是現在我們在談空間共享 在談空間分享的一個最起源的一個模型 一個理論的出發 因為剛剛有提到就是 其實對於女性主義而言 它的問題意思是這樣子 就是說它想去呈現一個空間 去打破它當時 我補一下這個脈絡 就是大概是在 剛剛有提到就是大概1956年代 婦女開始去反思說 為什麼她在家裡的角色和定位是那樣 然後她重新去思考 如何去營造出一個空間 去打破原本刻板的性別分工 然後把婦女從繁重的家務空間中解放出來 這樣的問題是產生了 剛剛提到丹麥那時候有一個單親的婦女協會 他們一群婦女去重新的去營造出一個 一群婦女共同生活的一個社區 那藉由那個社區 他們有一個共同照護的系統 然後一些共同能夠互相照顧的一個空間的方式 然後所以這樣的思考 她開啟了一種新的方式 從家庭內部開始 一直到社區到整個都市的重新設計 她的目的在減少 當時的目的是為了要減少當時的家庭的家務 把養老、育幼、打掃、維護工作 藉由一個更大的組織 外餘、家庭的組織 也就是社區或公共的這樣服務來解決 那她同時既保留了最基本的有私密性 但同時又產生出了新的共同的生活 但這個共同生活的目的是為了去解決當時婦女的困境 這是一個圖啦 她只是在想說從最最私密的個人 一直外擴擴展到整個社區、整個城市 當時女性主義空間專業者去強調不同層級的思考模式 然後她可以比較從 她們從私密到公共空間 有個比較細緻的這樣的狀況 那經由這樣子我們對於空間 對於社會的認識 那我們逐漸地去形塑出一個 我們的一個比較核心的問題就是 那如果這樣子女性主義設計所揭露的是當時所謂 南造環境的一個空間歧視的話 那麼在今月也就是說今時2015年 我們這個世代的租屋族所面對的各種租屋問題 各種租屋狀況 我們是否可以進一步提出對於剛剛提到 所謂異性戀中產核心家庭意識形態下所生產的這種現代化公寓呢 好聽起來就選啦 我們繼續看 那這到底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空間損失呢 我先回溯一下剛剛有提到就是 在 大家可以看到1950年共居住宅這個 是可以發射的嗎 冰點 有嗎 有 這個是剛剛提到就是那一群婦女開始的一個共居住宅模式 那共居住宅從1950年代一直發展到現在其實已經發展到各種形形色色的共居都有 那在特別是像日本這樣的地方 它特別去 有所謂的老年人為主的這樣子的照護的住宅 因為日本的那個老年化是全世界最嚴重 那比如說還有像在德國也有那種特別是青年世代跟退休族群一起住在一起的公寓 那個Case還蠻有趣的就是 就是老年人就是去跟青年人去教他們的一些人生歷練或者一些經歷 那青年人主要跟他們可以去提供他們一些比較 比如說科技上或是說新的視頻上使用 然後這個時間軸主要是表示 主要就是呈現一下就是我們在談住宅 它的一個最簡單的一個演變的一個脈絡 就從19世紀中起開始 英國那邊開始的工人住宅 然後工人住宅一直到20世紀初 它更社會更制度化之後 它產生出比較有系統性的社會住宅 然後一直到剛剛提到的共居 然後一直到90年代 美國還有日本那邊開始出現 像台灣其實也有就開始出現一些專業代管還有一些租訂公司 然後一直到近十年來 就特別去強調共享經濟下這樣的脈絡 有各種的共同工作空間也好 然後一直到2007年Airbnb成立這個共享經濟的這樣的脈絡 那然而在對我們來講 其實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這個共享它其實是有優先次序的 它到底分享給誰 並不是一個扁平的狀態 好像我就分享給大家 可是其實不是這樣子 好 好 那到底怎麼做的話 我這邊就以我們的一個 某一間公寓的平面圖 來做一個 一個示例好了 那 這個公寓其實比較特殊 說特殊也不特殊 它就是一個頂家 那頂家在台灣其實很常見 那大家可以看到的是 它是一間廚房 然後兩間臥房 然後一間衛浴 然後客廳 那因為它是頂家 所以它陽台特別大 那一般而言 那一般而言 這種大概三四年前的 三四年前的格局形式 差不多就是這樣 這樣子最典型的形式 它的廚房可能就是一個 在最小的一個單位的 一個封閉式的狀態 然後陽台通常就是堆滿了 各種奇怪的雜物 然後再來就是客廳的話 最最一般的方式就是 它會放一個電視 然後一個沙發電視 這樣 那我最後會特別提到這個客廳 是因為其實在我們 在我們目前 將近十間的公寓裡面 我們所有的客廳裡面 都不存在 都不存在電視這樣的項目 所以我們通常會把客廳 變成各種其他的使用 不會是一個看電視的地方 那在這張圖裡面 也就是說 在一般的家戶的空間裡面 大概最典型在這樣子 那它就是一個 百分之百的私領域的狀態 那對於我們而言 我們就是把這張私領域 把它幾乎是拆到剩下一半 我們基本上 把陽台和廚房和客廳 那樣的空間完全開放出來 然後只剩下 只剩下臥房 會多一個臥房 是因為我們把廚房搬出來 因為現在不會有人 想要在一個很狹窄的地方去做飯 所以我們通常會把廚房搬出來 那廚房搬出來 除了剛好說到 就是大家可以一起煮飯之外 我們還可以多一間房間 對 那這個對比就是 我們希望其實在 在家戶裡面 它還是有一個 可能的公共空間 它可以這樣傳承出來 那這個公共空間 在 sorry 這樣的公共空間 它可以是聚會用 它可以是開會用的 吃飯用的 或者是像我們有一些地方 把它弄成 工作空間的形式 提供給學生 開會或者是辦展覽 我們甚至是 就是可以提供 以免費的方式 因為其實這個地方 客廳本來就是一個免費的地方 但它可以 藉由這樣它可以營造出 一個 一個公共空間 就這樣莫名其妙可以產生出來 我們不用去跟 一個地方 不用再去找 額外的空間 去讓這些事情發生 因為其實這些事情 在 不論在台中或台北 都很常發生 比如說 咖啡店裡面 可能各種講座也好 或者是什麼 co-working space也好 到處都是 但其實這種東西 某種程度 就可以把它拉到家裡來 還可以嗎 會不會說得太快 後面偷笑的同學 有沒有問題 沒有 沒有 好 好 OK 好 那這只是一些 我們空間上的對照而已 就是最基本的 改造是最基本的事情 所以就還好 那 之前一些固定的活動 是比如說 剛剛提到一個電影 電影場景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一部電影叫 《百日告別》 一個國片 就提供給他們 拍他女主角的場 女主角的家 然後 跟一些NGO合作 那我們當然是 以特定的對象 就是說 我們回應到我們 對於 對於 城市空間的理解 就是像我們這個是特別 跟一個 專門在做東南亞移工的 一個NGO去做合作 是因為 我們認為說 其實 東南亞的移工 或者是新移民 他整體佔了 佔了台灣非常非常大 比例的人口 應該有五六十萬人 但是他在我們生活上 其實幾乎是一個 無法去接觸到的狀態 那我們就嘗試 既然我們家裡有這樣的空間 我們就把這樣子的事情 發生在我們家裡面 那這個 主要是 他們會提供他們家鄉的料理 那我們台灣人提供 我們台灣人的料理 然後 固定在每個月會 有一個固定的聚會 那當然還有最基本的 像一些 型創團體的進駐 就跳過去 就是一些平常的狀態 好 那這邊要講的事情就是 透過我們把家開放出來這件事呢 比如說他裡面可以工作 可以開會 可以煮飯 然後可以交友 然後一些天台上的活動 比如說我們 上上個禮拜 就有 就有我們的室友們 因為每個室友他會有不同的樂器 他們自己去 他們自己就主辦了一個 天台的音樂會 然後有一天 星期五的晚上 他們就大家買了 買了 訂了酒 訂了吃的 然後在天台上有一個 小型的音樂會演出 等等 那這些活動 他都可以產生一些 一些些額外的收入和效果 然後再加上我剛好提到 就是一些比較短期彈性的 租給一些短期在台北的人 那這樣的方式可以直接補貼到 長期需要住在這個地方的人的租金 大概百分之 可以降低百分之十五到二十左右 不會到每天 大概像聚會的話 大概是週末 或者是一個月幾次 對 所以其實平常的話 還是像平常的家 只是一些特定的日子 我們會有一些公告 比如說下週末 我們在這邊會有個什麼樣的活動 然後大家可以開放朋友來這樣子 大部分的狀態都還是像一般的家 好 那再來就是 我們現在嘗試的是說 如何從一個單一間的公寓到 散播到城市的各個角落 某種程度上 它是否可以變成一個另外一種聚落 這個聚落它不是一個邊界形式明確的社區 它雖然說它散播在城市各個地方 但是因為我們面對同樣的問題 或者是說我們對於生活有同樣的想像 那我們依然在城市裡面還是一個共同體 那像這一個的話是我們之前一個房子 它其實這一個 這片菜園是屋主自己種了二十幾年的菜 非常非常茂密 然後他把他樓下的屋子租給我們這樣子 那這以前就是說 我們這些租客到底是否有可能跟原本屋主 也是有一個很有趣的關係 就是現在很多人在講小農 或者是說城市種菜 但是這些人往往都找不到一個好的地方 去實踐他們在都市裡面種菜的夢想 那其實這個東西 除了近幾年開始流行之外 其實它就是對於一些長輩的人 它其實就是一個非常日行 甚至是實踐了二十幾年的事情 就是一個非常日常的事情 所以我就在想這件事情如何跟我們需要種菜人 它是否就是一個結合最好的一個機會 也就是說我們在租一個房間的時候 不自止是只是租他房東的一個房間 或者是跟他一個單純就是這樣稱租的關係 對這是一個例子 那還有一個比較新的例子是 像很多人 也不能說很多 就是有些房東他是自己住在公寓的一個房間裡面 然後剩下房間都是空的 那我們現在有一個公寓裡面 就是他自己也是大概三十歲左右的上班族 然後自己住在台北 自己家人在台北的房子裡面 然後可是他自己是上班族 所以他自己就只住一間房間 那平常另外兩間空的房間就是朋友來招待 或者是當倉庫使用 那也就是說其實我們也會發現 就是說在台北 除了真的剛剛提到的所謂空房率 百分之百空 或者是非常低閒置的狀態下 有一種東西是沒辦法被數據上所彰顯出來 就是整間屋子裡面可能就只住一個人 或一兩個人 或者是這種狀態 你沒辦法去計算到底這個城市裡面 到底有多少這樣的狀態 但是在我們的接觸裡面其實有很多這樣的屋主 他可能是藝術家 或者就是沒有結婚的人 他就是都沒有結婚 或者說就是一個人 一兩個人就是住在公寓空間裡面 那他其實有多的空間 那這個多的空間 我們如何把它挖出來 如何讓他們相信或許有一種方式 可以來達到我們的理想 就是我們接下來最近在努力的目標 剛有提到就是 就是上上禮拜就是我們房客們 自己帶大家自己籌辦的一個音樂會 那這個音樂會 某種程度就是要回憶到 就是我希望這些單一的公寓 雖然說它在都市裡面是一個單一間的房子 但是這些房子不同的室友們 不同生活者們 它如何串連在一起 它就可以變成了一個聚落 那當天的話大概來了二三十個人 在剛剛那個非常小的 也不是說非常小的 就是一個小的頂樓夾蓋裡面 然後這是房客自己辦的 就不是我們說 不是我們舉辦 這有點像是在做社造這件事情 就是一開始總是 規劃者到社區裡面 他會辦一些活動 但是當你只要辦幾次 讓當地的居民知道 原來他可以使用他的社區的空間 原來他在家裡面可以發生這麼多事情的時候 其實接下來這個空間的想像 就會超過我們很多 就是他們自己會辦他們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還有一個就是上個禮拜後 我們有一個室友他自己是旅遊作家 然後他就把我們的客廳 變成他新書發表會的一個現場 那也是就是各種買他書的各種書迷們 就來到了家裡面 然後他就是當晚那個客廳 就變成一個小型的座談會 那這件事情也是房客自己自己做的 對那所以剛剛說的事情是 這樣可以是一個社區 就是他可以是一個邊界新竹 或者是他就是一個社區管理員 或者是他就是一個什麼中區也好 或者什麼嶺也好 過去來講我們在做社區 這時候我們對於那個社區 總是有一個邊界上的想像 我今天要做的事情 可能是在哪個鄉村 或做什麼事情 剛好說其實這也可以是一個社區 就是在一個屋子裡面 可以想像的是 比如說一間房間就是原本的一個家戶 然後你的客廳廚房 它就變成了那個社區的一個共同的活動中心 那這樣也可以是一個社區 那還有什麼可以是一個社區 就剛好提到就是 當我們這一個每一個小點 對就是 如果每一間房間就是一個個家戶 那麼公寓的客廳廚房要抬 那它就可以是一個社區的空間 那當這些小點 散播在 城市裡面 怎麼這麼Lag 城市裡面散播在各個角落的時候 它是否有可能變成另外一種社區呢 我好像講得有點太快了 快講完了 OK 好 對我剛好提到 我們要講的東西 可能 或是說大家所好奇的事情 遠超過我們簡報能提供的東西 那我不知道大家會問什麼事情 那就是 很歡迎大家 針對 不論是我有提到的也好 沒有提到的也好 你有興趣的地方 我們可以有更多的交流 或者是交換 對對對 我有一個影片 但是那影片其實一點都不重要 你要這樣子回去嗎 好喔 是 的 看一下 下面這個嗎 這個 對這個 只是我們 現在正在舉辦中的一個小廁長 他在我們 學校旁邊的一間公寓裡面 那我們無償就租給這個學生團體 他們去嘗試他們想要進行一個 我自己也看不太懂的一個小展覽 那裡拍一點時間 所以這是我們公寓的領 好跳走 不能震到你 這樣不動不動 沒有聲音 沒有 本來就沒有聲音了 對啊 這是一個小型小型的書站 就只是這樣 沒有什麼 好 不好意思 好 謝謝 謝謝大家 好的不好意思 我馬上回來 大家可以想一下 我不曉得這個 對大家來說 對於 我們自己每天生活或回去的那個空間 是不是也 我曾經 剛剛因為一開始但是我介紹的時候 朋友們好像有提到說 好像也想過 或者是正在 南區自己待的地方裡面就是住在一起 但是住在一起的過程當中 可能有不同的辦 打破 性別或者是打破那種親屬關係 但是能不能夠多一些可能性 甚至於就是 大家可以直接在這個空間裡面 就辦一些活動 好 那我自己在聽的過程當中 就大家可以想一想 就是整理一下 因為剛剛裡面其實 拋出了從過去的脈絡到 他們自己在發想 以及正在實踐和嘗試的一些部分 像是 剛剛裡面有提到的就是 異性戀中產小家庭 對吧 好 我覺得其實這句話 就大概也寒乎 就是我們可能是平常 在那個空間在蓋的過程當中 裡面的一些局限性 好 因為像我爸是蓋房子的 反正我爸不會看還OK 但是他 因為他個人的偏好 他就很堅持要蓋 就是那種四樓透天 而且四樓一定要裝神明亭 就是 你就問他說 那四樓可不可以就是打開那個 一個窗 然後晚上看星星 或是在上面大家可以一起幹嘛 他說不行 那是神明呆的地方 那我很尊重他 就是我覺得 那是他對他那個世代 對於一個空間的那個想像 但是我覺得確實就像 剛剛信榮所說的 只有一種可能 其實那個空間裡面可以有很多的變化 甚至於 剛剛最後一個段落裡面是講到社區 像我們在講到什麼 所有的社區營造 或是就是那種既定的那個空間當中裡面 是不是他其實 因為現在聯繫的方式更快速 就是他可以變成是一個節點 然後把人跟更多不同的可能性 就是一種串在一起 我是覺得說其實這個是 會基本上我們蠻多一些 就是不同以往 或者是可能很快想過 但是可能沒有比較細 去跟人家討論 或者是去嘗試的一個部分 好 那還有就是 除了找 一開始提到就分享 大家回家滑手機 我不曉得大家像是外食族也多 我罵罵 對不對 就是拿三餐都在外面 所以當一個刻意 就是大家已經約定好 就是我們有個主題 或者就是我們今天就是要一起吃飯 吃飯就是一件大事 然後大家就在這個家的空間裡面 一起來做這樣的事情 其實我覺得那種感受是很不一樣的 因為他可能跟所謂的外面的咖啡廳 他當然有好聽的音樂 那個很香濃的咖啡 或者是共同工作空間 但是我覺得當你回到家的時候 你是更放鬆更舒適的 不過當然我自己在聽的過程當中 也有一些疑惑跟衝擊 因為我自己是獨居 那我家的空間我覺得也不算小 就是可能還有一個書房 跟一個蠻大的廚房 但是廚房就是因為沒有人 所以確實就堆了很多雜物 而且我也不太想整理 話語之間採取就是說 那個大家不要來我家好了 因為你們來我就還要整理我家裡 就是會有這樣的狀況發生 所以當你把那個家門打開的時候 你怎麼樣去處理 就是我自己疑惑 那種安全性的問題 因為他剛剛一開始說發想 就是朋友 我們家門不鎖欸 哇塞 你這麼信任警衛嗎 因為前兩天才看到一個新聞 就是那個你知道嗎 那個小偷可以是從那個警衛大門旁邊那個夾風 然後進去一個開門 然後開車進去 然後東西偷了就走 就是這裡面可能還是要多了一些信任 跟可能還是要多做一些觀察 甚至於就是因為當人多 大家還是會互相顧一下 因為你好像是一半 就是客廳跟廚房的空間佔一半 但是其實回到自己睡覺 或者是可能有些時候還是會有想要獨處的時候 那個還是有做一個空間上的區分 然後還有另外就是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同樣的問題 就是你知道 大家都握在一起的時候是24小時嗎 就是那種個人習慣 就是當你回到家超級放鬆 就是你知道 時不時那場會在不是很好的時候 你在你自己的家人 在那種很親近的狀況底下 還是說 這是我自己想太多 算了我就來這裡 不要提這個東西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就是我不曉得 因為剛剛有女朋友問說 欸這個活動是天天嗎 就感覺上很期待 感覺上很有趣 每天都想立馬衝回家 跟老闆說我不加班 但是那誰要去主辦 因為住客他可能大概 因為至少大概一個月兩個月以上 那但是到熟到就是 欸我真的可以用你這個空間嗎 或者是 那我對這空間的熟悉程度 我怎麼樣去操控 可以讓我的活動也變得更順利一點 就是其實在經營這個空間 在發想的過程當中 我們有一些實務上 可能會遇到一些問題比較具體 或是你們現在正在克服的部分 譬如說那個主辦人的人力 因為後面好像也有一位 也是是嗎 是你跟你一塊的 去經營這個空間的朋友嗎 有嗎 是不是有在現場 對 可以Cue他嗎 對 就是等一下 如果就是因為你們是一起嘛 對不對 你是也住在裡面嗎 也住在裡面 是不是也可以去講一下就是 因為我們剛剛其實提到的是去爬出那個 就是怎麼樣去想這個空間 那當然我覺得可以可能有更多的一些分享 那我覺得其實在座各位 就是也可以比較輕鬆一點 把這邊就像有點類似像家的那個場 就比較放鬆 當然也不是要輕易就是把鞋子脫掉 然後就倒下來 但是其實如果你真的這麼想舒適的話也是行 我們這邊有一個那個VIP席就是有一個地毯區 就是那個歡迎前三個提問的問題的朋友 你可以就是很自在的可以來這邊稍微摸一下也沒問題 OK 對不起喔 比較發散一點喔 但是很想再提到最後一個點 就是我在想像 因為我看到這種工具控制 就想做到我老的時候 沒有人要幫我推輪椅 然後或許我就真的 或許是不是在那個狀況底下 我就對於所謂的安全或我個人習慣 我就不是那麼care 我就想要找一個伴 就是一個可以聽我說我種菜多開心 然後或者是 就是有些小朋友他可以在我面前跑一跑去 如果真的我沒有生小孩的時候 就是這種方便帶小孩 而且不是自己的小孩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某種程度還是開心 而且你會覺得我們可能是輪流帶 我不曉得這是不是一種比較理想 還是說其實真的很多時候 當我們越走越專業或是越重視隱私 比較偏重某一個片段的時候 但是也真的把家這個場率 真的把它也局限出了 OK 欸我剛剛講夠久了吧 各位就是 後面還有人點頭耶 因為我覺得今天聽其實收穫非常多 雖然裡面當然有一些那個數據的部分 我自己蠻疑惑的 就是真的那個 那個真的 台灣的租金報酬率這麼低嗎 因為我周遭好多人就是 因為薪水不是很穩定 所以他會覺得就是 我寧可就是花了錢買了房 背了貸款 但是我真的不住那個地方 就是把它出租出去 他的報酬率可能還好一點 但是這是在台中的狀況 然後還有你可能 我不曉得大安在聽到那個 就是房東 為什麼不願意把閒置空間出租出去 或許可以跟我們現在中區的一些 一些狀況做連結 就是他真的太有錢了 因為他剛剛我提到 就是在大安區那個地方 所以就是覺得 反正我真的不差那一條 但是你要打動他的 真的不是所謂錢多錢少 就是那個誠意的部分 我蠻好奇就是 就是你知道這麼年輕 然後就離了 這是因為那個當兵完成 他離個小平頭 然後你怎麼樣去跟 那個社區當中 你的社區當中裡面的 可能有三十幾歲 可能更多是五六十歲的人 去跟他談說 你好 我想要住這邊 那你願意把你的房子租給我嗎 就是如果換作是我 我會覺得 那你想幹嘛 那會不會甚至於進一步 就是會去擔心 鄰居就是想說 那這一群年輕人 進進出出 或是各式樣的 外國人什麼人 大家都在這邊進進出出的 那是我可以參與他們嗎 還是說 我有點還是看不太懂 但anyway就是 就是這樣 這當然就是我自己 在聽的過程當中 沒一些想法 好我要打住了對不起 那就是把時間 回給各位 當然我剛剛可能提的一些問題 興隆如果有興趣的話 你也是可以 就是簡短回覆一下 有點啦啦沙沙 可以啦 想不到就講 那我們現場 要不要也先收集 一輪就是三個朋友 就可以簡短提問 好嗎 我們就直接進入到QA了 因為我覺得其實 可以多一些討論期間 剛剛看到格局有改變 喔你稍等一下喔 可以用麥克風 剛剛看到你說格局有改變 那這樣子房東會同意嗎 就是你把那個原本的出發 然後把他放在中間 然後又變成一個空間 那格局感的反應還蠻大的耶 就是他 好等一下 再來第二給我們收集三個 你要直接回答 我一個回答 好 就是不是所有房東都可以 答應你去動他的格局啦 但是當然也會有房東無所謂的 所以就是 當然就找那些無所謂的 那另外一個回應 剛剛主持人的問題就是 我們如何跟房東 說服房東 這的確在於 我們一開始做的時候 是非常大的困難 就是我們 房東看到我們二十幾歲的 然後有的還是學生 基本上就是一個 租屋弱勢中的弱勢 因為對於房東而言 基本上他們就是 大部分傳統的就是要穩定 最好是小家庭 最好是上班族 聽到學生就打槍 之類的 所以一開始的確是個問題 但是我們 後來因為就是 怎麼講 就是一開始我們就說我們試 然後試了幾個之後 呈現出一些結果之後 我們把我們做的事情去跟房東講 但這個講也是非常困難 所以我們一開始其實 在大概三四個月前 就是去年年底三四個月前的 拓展是有點困難的 就是因為我們 對於我們房子的需求者 就是都是使用網路的 或者是說 我們訊息只要透過網路 Facebook也好 就可以非常快地散播出去 所以基本上我們只要有房間整理好 一定會有人達到的那個需求端 是非常容易的 但是房子的供給端是非常困難的 因為六七十歲的長輩是不用網路的嘛 那他平常在哪裡 根本找不到他們 根本不知道他們在哪裡 所以我們後來去年年底 大概兩個月前我們開始 拆去一個比較策略上的轉換 就是我們接受一些媒體的採訪 因為我們實在想不到其他方式了 那我們只能希望說 或許老人還會看報紙或者是看新聞 所以因為其實在兩個月之前 我們是沒有接受媒體的報導 因為覺得好像也沒什麼好報導 就是這樣子 但是後來覺得我們這樣沒辦法 我們在房子的拓展上有非常大的困難 所以我們在兩三個月前 開始接受一些媒體的採訪 那在那之後其實效果還蠻好的 就是就代表真的還有人在看電視 雖然我說我們公寓沒有辦個電視 但是後來發現還是有人在看電視 那對那就在這兩個月來 就有很多房東是主動跟我們聯繫 然後希望把他的房子提供出來 然後甚至是在租金上也好 或者是像一些空間上的需要他裝修的地方也好 很多房東都是蠻開放的 這也是我們蠻意外的一個結果 但是也回應到我們一開始的觀察 就是真的這些有資源的房東 他如果有一個可以信賴 或者說他們覺得可以行的方式 他們不見得是他們就是會一定要把房子空在那邊 那主要會把房子空在那邊的話 就是他們實在是沒有時間去處理 然後他們也沒有一個值得信任的對象 那如果他們有一個值得信任的一個 算是單一窗口也好 或者是一個組織也好 對那用一種什麼樣的方式來照顧他的空間 對那就是這一兩個月來 這一兩個月來還蠻多房東跟我們聯繫的 所以變成現在的方式已經變成房東聯繫我 因為我們實在我們不知道怎麼找房東 所以現在還蠻多是房東聯繫我們 好 那OK 兩個 那我把房東聯繫過去 剛說跟房東聯繫 那就是房東是把整間空屋租給你 然後你再去找房客嗎 還是只是單純辦活動這樣而已 那個時間這樣 現在幾乎都是專案在處理 就是我剛好提到也有房東是住在裡面的 就是有一間是 剛剛提到大概30歲左右的上班族 住在自己家多的房子裡面 那他就是一個上班族 那平常生活也無聊 他就把他的兩間房間還有他的客廳 當然花花洋台等等 就是提供給我們 住給我們 那六日而已嗎還是每天 就是每天 就是每天 就是會有真的房客住進去每天 但是公共空間不一定每 不會每天都有 公共空間的活動是 是比較就是有安排的 或者是說比如說客廳好了 如果我們把客廳變成一個工作空間的話 我們就是固定可能一到三組固定的團體租借使用 所以你每天遇到的人 一樣是會遇到一個固定的人 只是這個人出現在你家的人 不見得是室友而已 但是他不管 無論他還不是一個完全混亂的話 你每天回去家 也就遇到一個陌生人那種感覺 就是對我們而言他就是一個 半工半私的一個狀態 所以如果要找房子 也可以找你 就是如果要租房子的話也可以找你們 然後你們會把你們 就是房東可以那個空 對啊 基本上我們現在就是一個平台 就是我們上面有很多 很多房子 房間 然後有空的話 不過我們租房子的 遊戲 我們遊戲規則是這樣的 就是如果你要一個房間的話 我們會上我們的網站 然後有一個申請資料 然後你會在裡面填寫你的 有點像是一個履歷 還有一些背景 然後你對於生活 對於室友的要求等等 就是你大概會花至少半個小時 來填寫這一張申請表 然後我覺得這一步驟對我們來講 是一個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要知道 什麼樣的人 或者是說 什麼樣的人會跟我一起 搭配生活 所以它是一個申請的過程 然後如果有適合的房間 我們會跟你通知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當初房東找你們 是因為比較不信任外面的房仲之類的 就是 無從得是他真的為什麼找我們 是真的原因 但是 只能說就是在過去兩個月 我們有一些 檯面的曝光之後 有不少屋主主都聯繫我們 當然有很多是長輩 所以他就說 哇年輕人很好的 就是說 很有理想啊 然後加油啊 也有這種 那也有那種 看起來就是投資 比較投資客性質的 所以各種形形色色的房東都有 但是我們 不然如何 我們就是陸續都接到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 那個 機會 那 你之前說你這個案子 已經有十個 十間公寓在之前 對 包含現在在談的 那你們加起來時間 這時間是 就是裡面的使用者是怎樣 就是有家庭啊 還是單純是學生 老人都有 目前 目前都是大概二三十歲的 上班族也好 學生也好 對 有家庭嗎 因為我覺得家庭 可能不太願意說 六日還讓 就是 我就是覺得家庭 因為可能有小孩子 然後 目前沒有 目前沒有傳統意義上的家庭 對 那 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你們那個 辦一個活動 不過我補充一點好 就是 我覺得這某種 受限於我們 因為現在 現在有的 某一個都是單一間的家戶 就是我們最多 就三房四房 你一個家庭進去就滿 但是在台灣 比如說在宜蘭 有那種 大家一起住在同一個社區的那種 家庭的 共居於形式的社區 也有 但是 目前受制於我們的 的能力 我們現在 並沒辦法一次承接一個 三五人為 為一團人的狀態 我們都是單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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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把不同背景的人 結合在一起一起住 基本上就是希望是不同 語言不同種族 或者說不同職業 等等的人去住在一起 好 那 那個 就是像你們 假設這禮拜要辦一個活動 那你們是 什麼管道會讓 有興趣的人知道 然後 房東如果知道的話 就是 是不是要先跟房東通知 說 有活動之類 就是 你想辦活動 然後到使用這個公共空間 那個流程 到租金 就是 怎麼算 他是算 使用空間的大小 還是活動性之類的 可能就是 你辦一場活動 可能著收 一兩千塊 或者說怎樣 這樣之類的 方式 看那場活動的人數 吧 而定吧 那 要不要跟房東講 不用跟房東講 就像你在家裡 也會請朋友來玩一樣 這件事情的邏輯其實是一樣的 你不用今天 你有朋友要來 還要跟房東講 對 除非你是固定的在家裡辦趴 或者是說什麼樣的 什麼樣的 很大型的活動 然後 很規律的在辦 那 要怎麼樣 讓知道的人知道 就是 Facebook 就是每個人都用Facebook 那 對於我們自己 房客的而言 我們自己有一個 他們自己有一個 有一個社團 就是 今天在哪一間公寓 有什麼事情發生 在那個社團上 或者說我們 全部的人 有一個共同的行事例 在上面行事例可以看到 今天A公寓有什麼讀書會 今天B公寓有什麼樣的活動 在那個行事例上 都可以看到 各種各式各樣的公告 對 好 謝謝 你好 我想問一下 就是九樓這個平台 它是有登記的嗎 就是說它是算一個營利的單位 還是說它算是一個公益的 一群人而已沒有去登記的 然後第二個想問的是 因為前一陣子有一個很爭議的議題 是日租套房的問題 它關係到它是合法不合法 它關係到是不是跟旅館也有關係 那這個九樓共生的公寓 它有沒有一個法規去限制它 規範它 還是說它現在是一個邊緣的狀態 或者是說它是合法的 我想問這兩個問題 謝謝 它是有登記的 就是 就是一間公司 那 第二個 日租的話 日租 目前對於日租的定義就是30天以內 30 10 28天以內 叫日租 就是 九樓好像它本身就是一個比較彈性的空間 就是讓 可以的事情就讓它發生 但是就法規 它其實本身就是一個比較 沒有彈性的 的一個規範 明顯 沒有法規或違法的事情 當然 OK 對對對 因為就是剛回應到那個日租的部分 其實是沒有觸及到 好啊 你好 不好意思我補充問一下 所以它有受旅館的限制嗎 就是消防安全法規都要經過檢驗 不用 只要超過30天就是 你跟房東住房子一樣 沒有人知道你房東在住房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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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朋友有要分享或是請問的嗎 OK 一位還有嗎 我們一直是收集三位 OK 那我們就大家可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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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其實常常會在客廳的空間有聚會 音樂會 之類的 那鄰居的接受度如何 或者是說這個附近的鄰居 因為他有畢竟還是有一些人出租入屋 在進行進出出的 我們如果有公開這些活動的話 就是強制 還是會有強制希望大家能夠晚上10點前結束 那通常我們只會在比如說週五或週六的晚上 如果有一些比較會喧嘩一點的活動的話 我們基本上就是在週五或週六的晚上 對,就是我們還是有一些對於這些活動的一些最基本的規範 因為其實除了鄰居以外,自己室友也是有自己要睡覺的時間 所以基本上他還是有一些規範,我們還是有一些共同的規範在 請問你覺得像酒樓這樣的模式有沒有可能在台中或中序有機會呢? 我覺得只要有你們在都有機會 大家可以踹踹拍 你有什麼樣進步在中序的想法,要不要多講一下 就是對啊,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趣的 而且也是蠻好的問題,你應該是有曾想過,我不知道想到哪裡 因為台中跟台北在住房上的需求 我是好伴的配齊 那因為台中跟台北在住房上的需求或是 就是需求是不一樣的 比如說你們可能在台北會有像半年或是外國人這樣的需求 那可能像台中他的房租沒像台北那麼高 或是他的工作機會沒像還那麼多 所以可能住房上的需求沒有這麼高 所以他會走的這種火勢在台中就比較沒有發展的可能性 那另外是因為中序這邊有很多閒置的空屋 可是可能屋主也都是上一輩的人 他們的觀念可能會跟年輕的觀念會差很多 那在這樣的溝通成本上 會不會是你們曾經有經歷過相關的溝通困難的經驗 我覺得這問題非常非常重要 其實關於第一點就是我們也不是一開始就 在你進入這個田野之前 我們並不知道有這樣的可能性發生 所以我覺得只要你認為這件事情應該要在中區發生 你就先讓它發生 你就會知道它會長出什麼樣子 它一定會跟台北的酒樓長得不一樣 但是它會長出另外一種共居的可能 因為你會在過程中發現 也許這邊外國人或許沒有像台北市那麼多 但是這邊可能會有一些 隨便舉例可能一些移工也好 或者是一些什麼樣的老一輩的人也好 就是你一定是先跳進去之後 才會發現出更多可能可以長出來的東西 也就是說 七跟九樓一樣就是我們的模式一直在過去也都一直在變 然後你一定會try到某一種程度 你才會認為說這種這樣子的模型在這個地方是可行的 然後你才會以這樣的模型繼續發展下去 可是在你真的做之前 我們在一開始永遠不會知道原來台北的房東是這樣 或者是說原來在台北的各種來來去去的遊動人口有這麼多 因為我平常也沒有去也不會接觸到 但是當你提供這樣的空間出來之後 他就有可能發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關於第一點就是如果你覺得他要做的話你就先去做 然後第二個就是對於房東溝通 就是我覺得全台灣的房東都一樣 就是都很難溝通 可是我覺得你們這邊的優點是已經有一些蠻好的案例 所以我覺得一樣是有機會去找到一些屋主 談到這樣的條件 但是我覺得也是可遇不可求 但是我覺得就是有這樣的機會 OK 各位還有問題啊 OK 一位還有嗎 好 那我就麥克風傳下去 好 那我就麥克風傳下去 好 那我就麥克風傳下去 那個我比較好奇的是 就是房客租金的部分 是會比外面一般的市價還要高的市價怎麼樣 租金看你的租期長短 你如果只租一兩個月我剛好提到 就是這種我們針對這種比較短期的流動性質的人而言 它就是收取比較高的租金 然後你是正常比如說一年或者是長期這種 它就是正常租金再低一點 就會比一樣在附近 你要在附近租還會再便宜一點 因為我們既然有一邊已經收比較高了 那我們當然可以balance 到另外一邊上 再加上我們有一些活動的收入 所以它可以維持我們整個公寓的自己自主的狀態 對 所以有點就是劫富濟貧 有問題嗎 我想要補充一下 因為他剛 近榮有提到就是一個部分 就是他們要去入住之前 其實是要有點類似像投履歷這件事情 就是他剛也提了一個部分在講說 就是那種入住的優先順序 因為其實房間數是少的 床位是少的 然後其實要找到那個房東願意去擴展 現在正在談的就是時間嘛 就是其實能夠入住的大概人數 還是很少 還是很少 真的還是很少 對 所以 但是我覺得大家可以去想像一下 會不會自己可以轉換角色 如果你真的認識的人 家裡有這樣的空間 那 對不對 我其實某種程度就是像剛後面所問的 中區好像有點難 但是會不會在南區 maybe 可能 或者是你今天是真的家裡就真的剛好 就是所謂有閒置的房子 父母金就留給你 人就來來去去的 那是不是可能 或許就是剛剛他所講的 可不可能去做這樣的一個嘗試 就是你可以先去篩選 不要講篩選 就是你可能大概去配對去連結看看 是不是有哪一些人 就是你覺得比較信任的 或是那個習慣 或者是那個比較多樣性 你可以自己開始去想像這些可能性 那就在你的生活周章裡面 maybe就可以去發生 因為他就是一個月嘛 就是大概如果一開始嘗試的話 那你可以去設計停順 就是如果久了的模式跟你所習慣 或是你想要的不一樣的話 那你可以再怎麼樣去做一些調整 我覺得其實那個彈性 其實你肯定應該保持在裡面 你可能辦的不見的是東南亞的那個美食會 你可能做的就是 譬如說你是喜歡做平步或做手工的 那其實你就可以在那個空間當中 讓這些東西發生 或是如果你喜歡喝咖啡的 但是你可能在那種你的空間裡面 就可以變成是一種小型的咖啡手沖分享會 然後他也不是固定形式的 但是就是一群人 然後在這個空間裡面 有更進步的分享和互動 我覺得其實九樓這樣其實是想要 傳遞的其實是一種生活方式的 多樣貌的可能性 對啊 那有沒有朋友今天可能聽完這個部分 不見的是提問啊 可能自己有什麼樣的一個心得 或是想法 你願意簡短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或是你可能正在思考 也可以提出來 我們可以彼此就是也可以 就是了解一下或分享一下 有嗎 糟糕我讓氣氛有點冷掉了 沒有 那同學幫我講一下 很開心 我認識你們某一位老師啊 他也是公民課老師 糟糕我沒有介紹我 歷經啊 歷經 你妹妹要教我 不好意思啊 那個想要判關係還判失敗 那你今天斷考完嘛對不對 是斷考完嗎 昨天 昨天斷考完 那你今天聽了有什麼樣的一個心得 或想法 你會短短短短短短簡單講一下 對啊 來麥克風給你囉 好 可是 有 有一點無關 那我 有一點無關 那我 那一句話啊 好 我覺得 這有一點像 有點像在限制裡飛翔 在限制裡飛翔 真的就一句話啊 OK 是因為像我們那個Banner的關係嗎 就是 家其實很多時候我們會覺得他遮風避雨 但其實他可能也有一個框架 但是就在這個 不管是硬體空間 或者是在想像力的那個範疇當中裡面 再去多做一些嘗試 謝謝你 好 那還有朋友要分享的嗎 後面好像有看到一些熟面孔 熟面孔們 有沒有 要回應一下 然後尤其是 好像也有夥伴在現場 對我好想Cue你喔 嗨 是Jerry嗎 你要不要那個也跟大家 有話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嗎 講一下嗎 你不要一直揮手嗎 我Cue你的話 你就是要那個 接一下 好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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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分享一下 好 因為可能有一些朋友 他們可能 正在做 或是正在想 我覺得可能不只是今天講和的分享 就是大家一起來去做做看 你說任何的分享嗎 當然 當然 我主持當然什麼都可以分享 好 沒有我們剛剛只是在自己在思考這件事情 他的 他的投資放手率 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管理一個空間其實很大大小小事情主辦活動協調事情 這個其實是 所以他應該是一個很靠人力成分的 因為覺得像我們經營共同的空間 那其實你在夜空間裡面有人聚在一起就會有很多的問題 不管是人際的問題還是清潔的問題還是共用設備的問題 那都要花費很多的人力跟情意去處理 然後我覺得最難的是一開始你要去建置一些原則 或是你遇到問題之後你才開始為了他設定一些原則跟規定 所以會不會你們在進入什麼步驟中會發現這些人際的問題 然後有沒有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我們分享 先回答那個 對就是人與人之間相處之間一定就會產生各種問題 然後剛剛也有可能問到就是我們在於一些衛生打掃上這些 我們如果去解決的事情 那關於如果是清潔這一方面的問題的話 基本上兩個就是 第一個我們也是有準備就是固定清潔的這種清潔阿姨的這種服務 所以它還是可以 因為我們要把它維持在一定的品質 所以我們還是會有一些最基本的衛生的要求 那第二個的話 則是我們希望 應該說我們藉由在篩選室友的過程之中 或者說室友在入住之後的這個過程中 我們會希望說 我們之所以把空間分享出來 或者說我們之所以大家一起生活在這樣的空間 是因為我們對於這個空間有一個想像 就是我們對於生活有一種想像 雖然這個想像可能大家不見得一樣 但是有一個一樣的事情是 我們如何去達到一個更好的生活 這件事情我相信大家是一致的 那為了達到這樣的生活 大家在這個公寓裡面 它就是一個共同體 那這個共同體裡面如何達到這樣子的效果 那他們當然是需要自己去溝通去協調 或者就是說 他們如何去跟不同習慣的室友去溝通 它其實就是一個最基本的一個社區的形式 就剛剛提到 所以其實當然我們有提供最基本的服務 但是同時間我們也更希望是 我們之所以不住在套房裡面 或者說雅房裡面 我們跳出來要把這個空間分享給不同的人 我們當然就變成了一個公共的狀態 那公共的意涵在此就是一個最重要的一個意涵 就是我們要學著如何去跟別人溝通 以至於我們能夠一起營造出更好的生活 所以這才是久留最精神的地方 如果這些房客如果連這樣的溝通都做不到的話 那他就不要住好了 然後好像有一個問題就是 剛剛第二個問題就是 其實剛好我們上個禮拜發生一件事情就是 公共空間的使用者跟房客之間的衝突 那我們有把公共空間出租給團體當讀書會 這件事情是這樣 就是 可是這些人一進來他其實就是把這個空間變成一個 像外面共同空間一樣 他進去就做自己的事情 他也沒有跟室友跟我們反應 他也不跟室友們打招呼 然後拿室友的東西 就是 這個概念就是 他雖然是一個開放的家 但他還是一個家 就是 你今天來到這個空間之後 你如何 在這個既公共又私密又私密又公共的空間去找到一個平衡 其實是我們還沒有處理好的部分 就是我們上次發生這樣的意外 就是因為我們跟使用者說 這個空間就是公共的 所以你們就自由使用 就是想要有這樣子的使用 但是他們又太 但是我們又沒有意識到其實這個空間 他還是有他的局限性 當有人來到你的家戶裡面 他還是有一種侵犯性 你如何去維持 去不要達到這種侵犯性 但同時你又願意把你的家分享出來 他就需要一個平衡 就是你這群人來到這邊之後 你是否是要怎麼樣跟原本的住戶去交流 而不是一進來就坐下來 然後自己用自己的電腦 這件事情 他的感受其實就是一個感受輕微 但是這又是一個非常需要細緻的去處理的問題 然後也是我們目前正在面對 就是說 我們如何跟 我們如何在公共空間使用者上 跟原住戶身上去取得一個平衡 對 但那間空間是比較特殊 是因為他的房客組成的一直性沒有那麼多元 就是他大部分都是上班族 然後 就是說 我們認為 我們在這次也得到一個心得 就是我們要如何去營造一個 足夠開放 那個家是有足夠開放性的這個家 可能室友的組成 但原本的那個組成就需要是一個關鍵 就是他有足夠包容力去包容 可能比較多人會進入他家這件事情 但 總而言之就是那件事情就是 當外面的人進入這家裡面 或者說家裡面如何看待外面的人進來這件事情 還需要 我們也還在學習當中 但我覺得也是這套模式 值得去更深入的討論的地方 謝謝 謝謝 我們最後兩個問題 你好 我的問題很簡單 第一個是 你們現在這一個共同在經營這個酒樓的工作同仁裡面 男女的比例 還是根本沒有女生 第一個問題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你們房客男女的比例 我只要從知道這兩件事就可以了 可以知道為什麼你想要知道這兩件事 你剛剛回答完之後 其實是你剛剛回答完那個問題 我才立刻想到這個問題 就是我需要麥克風好丟 請問另外一支麥克風在 不好意思喔 等一下等一下 這邊還要先回應 你最後的 不好意思 這麼說好 你覺得我們工作團隊 裡面有女生嗎 我覺得 聽完之後我覺得沒有 對 因為男生的居住的習慣 跟女孩子的居住習慣是不一樣的 他們思考的細膩的程度會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 如果 你剛剛講到發生上禮拜那個事件 我的猜測你們基因團隊 目前都是男孩子 沒有女孩子 對 然後 但是租客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我猜測 就是工作人員 全部都男孩子 對 我覺得剛好戳到我們頭次 就是 不但是男孩子 還是異男 就是 對 不是兵役的異 就是 對 但是租客 反而吊軌是幾乎 空間使用上 或活動上 或者是租客上 幾乎都是 大概女 男女比大概是 女男比大概是 7比3 或者是6比4的狀態 對 但是目前工作的夥伴 都是 都是 都是男生 直男 該死 特別強調 後面是不是還有 還有一位朋友 有問題 你好 請問一下就是 你會不會覺得這樣的 共生公寓的概念 可能只能夠在台北 身心 因為假如說我是台中的人 然後假如說 我想要複製 這樣一個 business model 會不會因為我們這邊 沒有 你說比較分析工作的人 或者是比較短期 需要來這邊 過路的商務人士 或者是來這邊走秀的模特兒 或者是藝人來這邊 巴拉巴拉巴 就是 我們的工作所 並沒有那麼多 可能金融業的人 也不會來台中 所以會不會看到 天使第一聯合 這樣的概念 可以在一個很多種 行業會出現的 台北市 畢竟是 中華民國的衛首都 這樣的一個情形發生 紅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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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真的感覺到非常不好意思 沒有啦 其實 我覺得也回應 剛好回應到 今天想講 今天講的這個題目的 title 就是 這件事情 它本來就是 跟 快一點 好啦 我緊張 當自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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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沒關係 這件事情本來就應該 跟地方連結 就是說 回到問題是 為什麼 這邊 為什麼要在 台中 或台北做 什麼樣的事情 就是 你回應到那個地方的觀察 然後你依照這些觀察 去因為你的知識背景 你的認識也要 去產生出一個 model出來 所以 它本來就是會 會是 它的觀察一定會是地方 然後它的行動也一定會是 跟那個地方有關的 那 或許你會說 它能不能在台中複製呢 當然就是 它一定不會在台中複製 或是說 它在台中的模式 一定會跟台北不一樣 但是不見得 它就不會是一個工具 就是它 對於工具的想像 就會跟台北略有不同 但是你 一定要在台中有觀察 和之後 它就會長得出一個 屬於台中的共生公園 就是這樣 應該是一個 business model 它當然是一個 business model 但是 當然有它 剛好說就是 有一個既定條件下來出來 就是它 它符合了某些 某些的社會基礎下 產生出來的東西 對 好像我們剛剛說 那已經是最後一輪問題了 不曉得 各位職務的朋友們 還有沒有什麼樣的想法 要簡短分享 好 應該是沒有了 那我們 沒有啦 沒有啦 因為其實應該還可以 有一點點時間 因為我們雖然時間 是表定到那個9點半 但我本身是還蠻得意說 我們9點半就可以準時結束 當然會後 如果大家有一些可能進步的一些問題 我覺得還是可以請信榮稍微 就是稍留片刻 然後我們再可以再做一些進步的交流 其實我覺得其實 剛剛講到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人跟人之間那個溝通跟對話是重要的 包括規則 為什麼共同工作空間裡面 就一定要是那個空間的 要有一個人去專門擔負那個制定規定 或者是那個活動 為什麼一定要有的那個主辦人 其實你只要人對了 就是 其實那差距就是一個 可以很有機很動態的 能夠去解決這些問題 就像剛剛這位朋友他分享到說 對啊如果 參與的女生多一些 其實可能那個細膩的觀察的程度 就不會讓可能 剛剛前面分享那個故事裡面 又再度發生 可能女生一起去弄這個共聚空間 他長出來的樣子就可能截然不同 那如果是男生跟女生 或者是年齡層不一樣 40歲 50歲 一起弄這個共聚空間 他可能長的東西又不一樣 所以當然台北跟台中 也不可能會是一樣的 OK 那感謝各位朋友來到哲午 謝謝大家 然後我們要預告一下 我們請小奈 還忍不想猜一下 就是其實 不只生理男生生理女 就是如果說是多元性別的 去 不管 不管怎麼樣的性別 或是說怎麼樣的年齡 或是職業 其實都會長出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空間的樣態 那我預告一下 我們下個星期 就是其實 剛剛有很多朋友都問到 就是說 台中有沒有辦法複製 其實應該沒辦法複製 就是像剛剛講者日強調說 就是台中在地可以長出自己的 共生工的樣子 那其實下個禮拜的主題 也會跟大家想的 其實還蠻有關係 就是也是一個在地的文化的行動 台中最近組織了一個好民文化行動 也是由一群就是 關心台中在地議題的朋友 他們組織而成的 他們之後會做 包括東南亞就是移工的田調 包括第一廣場那邊的田調 然後還有他們目前是很想要做 就是說 台中市議會的小旅行 其實 從這幾年的公民運動的那個 或是社會運動的脈絡來看的話 很多時候政治的議題 社運的議題 都會集中在台北 那台中可能 也是有人持續在耕耘 但是其實 立委選完了 像剛剛有講說其實 法律修得很慢嘛 所以有一群青年們 或是試圖著就是說 進到國會裡面去 用年輕的力量去改變國會 那速度可能就是說 可能還不夠快 但是至少曾經嘗試過 就是正在做這件事情 那其實當大家把目光放在 國會殿堂的時候 其實地方的政治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其實有幾個朋友 他們去 應該還蠻鼓勵大家去 就是去參觀市議會 就是還蠻療癒的一個 就是可愛動物園區 或奇妙動物園區 這樣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關心過 市議會的運作 或是等等 或是你家在地的市議員 或彰化議員等等 其實台灣的政治有很大的一部分 問題是出在在地的爭執 在地的政治是 講的比較難聽一點 可能是腐化到根裡面去了這樣 不好意思 其實現實狀況就是這樣子 就是可能在地的議員 我們講的不是學歷或是怎麼樣的數字 因為其實學歷或是等等 他並不是一個人 他有沒有資格成為政治人物的一個代表 但是他可能是 甚至他對公共議題的素養 他有沒有基本的背景跟基礎 還是他只是靠著裙帶關係 家族的利益掛鉤 然後選上議員 其實議員是非常非常多 可能是正二代 或是說在地的勢力所培執的 那其實他就是重複的複製 就是不好的政治 對 所以說其實像好民文化行動 他用了一個非常溫和的 好民文化行動來包裝 其實要做也就是說 用文化行動 然後在地行動的議題 讓公民就是 知識要具備 當我們要成為一個好的公民 我們要成為一個新一代的公民 我們要怎麼樣 我們要怎麼樣裝備我們自己 然後讓自己成為好的 好的文化人 好的台中人 那我們才會有一個更好的城市 更好的一個居住的地方 那很非常歡迎 就是下個星期 可以看到大家 或者是說非常歡迎 同步收看我們的線上直播 那最後還是不免要打一下廣告 就是哲學星期五其實還是 歡迎大家來加入志工 志工行列這樣 然後還有就是我們總理的志工 手上有一個益助箱 就是歡迎大家可以小兒的捐款 然後讓我們這樣子 每個星期五的一個公共論壇的 空間的平台可以持續下去 好謝謝大家晚安 謝謝